ED的设计方法又跟Yahoo又不一样 因为不同的设计师 设计理念设计方法 设计规则都不一样 所以像Yahoo里面有A后面有Class 有Class真的蛮方便的 因为有Class我们就可以知道特征了 但问题ED的有个问题 他这个A后面你找不到Class 如果你找不到Class的话 那麻烦你只能A 但问题呢 这个网页里面的A有没有超连结 这个网页里面应该有至少上百个超连结吧 那如果你要算第几个那太累了吧 OK 所以呢 假如说你遇到那个没有Class的状况 那通常我习惯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会一样先往上找 找什么呢 先找到某一个范围 然后先把那个范围先抓出来 也就有点像缩小范围 那我等一下我的做法当然是这样 第一步 假设我要的是这一块 所以我先这一块我先把它框起来 那其实在那个网页里面习惯会用DIV当成是切板块的一个标签符号 所以你只要看到DIV 那就是这个板块 所以意思是这一块 好 第一个 那我就只要知道这一块这个DIV它的名称叫什么 那我第一步 我就先把这个DIV先取回来 有点像是本来这个原始码可能有2000行 那可是这个DIV可能只有20行而已 那有点像缩小范围 把那个2000行里面的20行先抓回来 那抓回来之后呢 我再去分析这个DIV里面 有没有 这个DIV里面有几个A就好 那里面的A就是我要的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方法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先缩小范围 第二阶段再把里面你要的标签取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抓到不需要抓到的那个 有没有那些标签 因为A在这个网页里面太多个了 几百个吧 那我们不可能就慢慢算它第几个 所以这个是后来我想出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所以后来假如说没有class 没关系 那我就怎么 先找DIV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做 那做给各位看 那写的程式方法大概步骤都差不多 反正前面一定会有request request就把那个原始码抓下来 第二阶段就是用beautifulsuf去解析它 那所以前面四行 基本上你都可以用类似Ctrl-C、Ctrl-V完成 所以都固定的 有点像固定SOP 那比较不固定的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抓到你要的那个标签 然后用的方法就两个方法 我前面讲我用file跟fileall 有没有 后来就发现file跟fileall好像已经都差不多 就蛮够用的 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这两招我觉得就已经可以 大概95%以上的网站 通通都够用了 我最后一次有一个第一步 我们就先知道怎么样 这个DIV 这个网站 不过它这个新闻有时候更新蛮快的 有时候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按右键 比如说这个 从杨澄临这边开始检查 那检查之后呢 底下它就跳到 我现在杨澄临的这个按右键检查 它会跳到 所以你们可能要慢慢习惯 那我是把它 因为我的解析度 比较小 比较小 所以把它放到下面 那你们在右边 你看一下 那一定会有一个什么 A 有没有 这个就是杨澄临那个 里面 它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往上找 它上面有一个叫H3 H3通常是标题3 那在上一个 你会发现 它这边有个DIV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DIV里面是放所有的 这个你要的资料位置 有个简单方法 前面有个三角形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个三角形说一下 你会发现 说小之后呢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DIV不是全部 它只是一笔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ET的 这里它的设计方法是什么 一个大的DIV 然后每一笔资料 又把它放一个DIV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奇怪 怎么一直框一直框 感觉反正它就是一直 有点像是那个 你们去买饼干 以前饼干一打开就 它现在饼干不是 一打开之后 又一个包装 一打开又一个包装 一打开又一个 到底最后发现 你打开之后 原来饼干就这么少一点点 原来你买的都是包装 有没有 这个网页也有 有点类似这样的道理 它一直包装 一直包装 所以如果你遇到那种网页 不然你就要一直截 一直截 所以你这一层不OK 那怎么知道这一层不OK 有个简单的技巧 前面有个箭头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缩放 你大概就知道了 这个好像不是 所以再来 再上一层 所以这个不是之后的话 你就再上一个 上一个这个是不是 你会发现缩放 对 这个总共有几个新闻 246 有八个新闻 这好像就是我要 而且你可以上一下移动 它会框给你看 所以你一移动 你顺便仔细观看一下 我把游标放在这里的时候 上面会跟着动 而且会告诉你说 这个区块 就是你目前停的 这个DIV 那你就知道 原来我要的资料 是在上面那个DIV 有没有 所以你也可以从这个 那这个DIV的名称叫什么 就是叫Buds底线2 有没有 所以第一个 我就是Find 那基本上我刚查一下 刚好呢 它这个Buds2 好像我Ctrl-C Ctrl-C把它复制 Ctrl-F确定一下 Ctrl-V 这边有七个 不过我把它查一下 它好像有一些是注解 这个有没有 金探号的这个就注解 这个就不是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避开它 你就在前后再加双几号 这样的话表示说 这个是你要找的Puds名称 看一下 怎么里面 走到 七个我看 这个Buds 这个不是 第一个不是 那你会发现 这个不是它 理论上它应该就第一个了 如果它是第一个 那我讲过 你可以用Find的方法 有没有 就把它取出来了 有没有 那Find之后的话 再用Find all 去找到这个里面的所有的A 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文字 跟里面的超连结 通通都抓回来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叙述法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做 做的方法其实 如果你知道原理原则之后 如果你知道原理原则之后 剩下来我们就填空题 OK 要怎么填 我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步的话 一样 我们就是把 EG the date 的网址给它 OK 然后上面这市场好像蛮固定的 有没有 应该不陌生吧 Request 就是抓网页资料 那Beautiful Super 就是解析这个网页原始码里面的资料 那前面的话会产生一个SP的物件 这市场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固定的 那比较特别的 就是在下面 那我刚讲过 我们刚刚用 如果找一次 而且在第一个的话 那用Find Find什么呢 Find DIV 所以其实 你一般我是把它点两下复制贴过来 复制贴 所以这个BossDN2 这个也是从哪里 从这边直接什么 点两下Ctrl C 然后切到这边把它贴上 有没有 所以DIV 然后BossDN2 那这个抓回来的东西 就是底下那些 有没有 那底下那一些呢 我要再去里面找出它的超连结 所以我里面超连结绝对不是只有一个 有没有 所以底下这边 这个的话 BossD2这里面就一堆的超连结 有没有 这个一个 这个打开 这个又是一个 有没有 所以你可能再打开它 这边又一个 所以如果我要找里面全部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Find All的方法 有没有 Find All A 那因为它后面没有class 所以我只能把它全部找到 理论上的话可能就是八个 那把这八个做什么呢 跑一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然后把这个从0到最后一个 通通帮我怎么样 把里面的文字抓出来 有没有 那帮我把超连结 超连结的话就Gas HREF 那这样的话执行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得到的结果应该就是什么 有没有 什么在台吃海鲜色 OK 这第一则 那最后一则的话就是快讯 勾到那个高压电 那底下的话就超连结 OK 那超连结 他这个给的好像也不是全部的网址 它是一个相对位置 所以你说老师那我如果希望这个网址 它是完整的超连结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个前面再串这个连结我就好了 有没有 把这个连结再串到这个前面去就好了 OK 然后请各位应该可以理解吧 因为 没有复杂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 这个方法就适用就是 那个超连结 你要抓超连结 他没有class的状况下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OK 我来试一下 所以很多状况就是见招拆招 所以很多网页 因为每一个网页绝对都不是 同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所以每一个网页你会发现 哇 这个 它的设计的风格也好 或者喜欢用的元素也好 都一定是不太一样 那一样的地方一定都会有htf OK 那 像这一个一定的对 遇到的状况就是它的A里面没有class 那如果没有class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用它的上一层先抓到 然后再把里面的超连结全部 再把它gaze回来 这样的话其实 我是觉得就简单很多了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试试看这个方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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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